毕业季节即将来临 各大专院校纷纷举办毕业生的作品展 位于台中的朝元科技大学传播艺术系 一年一度的黑潮影展 这几天也将要登场 今年的动态影展涵盖了剧情片 纪录片以及MV作品总共有十部 而在主题的设定上也相当多元 从多元成家到失智老人的议题都有涉猎 希望既有影展将四年所学的专业能力完整呈现 一 三 二 一 众人将拉炮射向空中 象征朝元科技大学传播艺术系 一年一度的黑潮影展正式开炮 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一共推出了十部动态作品 内容包含了剧情片 纪录片以及MV等等 要借由不同的影像手法来展现四年所学的成果 大家都知道传播系的活动 是在校园里面最具缤纷多彩的一个系的活动 那我是人文社会学院 我非常支持这样的一个活动 尤其传播艺术系的活动 在未来的社会上面的开展 是毫无 非常无限的 它的影响力是全面的 那这个活动代表年轻人对社会有更多的机会 去关怀他们 去参与他们 这样能够促进我们社会更左向更光明明面 已经迈入第十九届的黑潮影展 创作主题依旧多元 近年来学生的影像创作也越来越贴近到社会脉动 从多元成家到失智老人议题都有涉猎 而从剧情的架构 表现手法到美术场景 学生们都相当要求 有希望能够将四年所学发挥的淋漓尽致 我们这一次呢 第十九届的黑潮影展 主题是万有引力 那其实每一届呢 在主题的部分 同学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发想 那重点是在于说 我们每一次的作品类型非常的多元 包含影像作品呢 可能有剧情片 纪录片 广告 MV 微电影等等 那在静态的部分呢 除了剧本 论文之外呢 还有整合行销 专案的执行 在这次的一个活动里面 我想各位来宾都可以观赏到 同学们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创作 那么在议题的部分 我觉得每一届也都有很多的一些突破 甚至说对社会的一个关怀 对社区的一个用心 近年来 长船传播艺术系的历届学生作品 是屡获国内外大奖肯定 而校方也相当肯定学生们的成果 也勉励学生在跨出校园之后 要持续的保持对影像的热情跟坚持 而除了项链影展 今年的校外影展 也在6月6号到6月7号 在台北三创园区举办 也欢迎民众踊跃地前往观赏 记者杨宗环 台中采访到